为什么念佛 用念佛这个方法 把清净心召回来 所以念佛是一个手段 目的是要把清净心恢复 我们齐心动力 要落在烦恼习气上 那就错了 烦恼习气就是自私自利 就是明文理想 就是五于六成 就这些东西 贪嗔痴慢 那怎么办 这念头起来怎么办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不怕念起 只怕确持 不随境界转 第一个念头迷了 我第二个念头就觉悟了 什么是觉悟呢 阿弥陀佛就觉悟了 第一个念头 不管是什么念头 是人是进 是善 是我都别管它 总而言之 那是妄念 第二个念头 我就阿弥陀佛了 用阿弥陀佛 把这些妄念 统统去除出境 让我们心里头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真念的 阿弥陀佛是清净句 八万四千发门 你去修学 都要断烦恼 都要消业障 这个事情好难 好难 净土发门的方法 妙就妙在 不断烦恼 不消业障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把业障烦恼 统统带过来了 代替了 业障 自然消了 烦恼自然断了 不断地自己断了 业障不消 自己消了 妙就妙在此地